很有可能还会去东南亚其他国家 如果哪一天他去印度呢 那你美国怎么办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那么讨论 我们刚才这个话题里谈到的这个东南亚的讨论 或者是关于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在过去我们在搜集这些新闻报道 以及一些分析文章的时候 发现其实对于同样的一个事件 大家的这个看法不太统一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华尔街争议 争议的内容就是这个时下 最热门的时政经济方面的新闻 那么我们会先用这个客观的文字 陈述这整个事件的一个前因的后果 那再摆出一些这个各方坚持的理由 来讨论这起事件 这就是这个华尔街争议的一个大致的内容 那么这个在后面 我们今天这个华尔街论坛 后面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我们先进行制作的这个华尔街争议的几篇内容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菲律宾仁爱交的一个争议 那其实在五月初的时候 当时中国和菲律宾之间 所谓的一个君子协议的撕毁之后 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在一个多月之后的现在呢 爆发了一个可以说是 不能说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外交事宜 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纷争了 一个是已经是军事上的冲突了 虽然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所谓的一个热兵器的交战 但是很多人看来 这已经是一场军事冲突 并不是海警和这个海警之间的一个纷争了 但也有人认为啊 你这个一方面 菲律宾如果是在认识到这个君子协议撕毁之后 你们没有做好一个足够的准备 才导致了现在一样 现在一个被摁着头打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也有人认为啊 这个中国你现场的视频也显示出啊 这个十几艘多艘中国的一样 中国海警的船也好 或者是伪装成渔民的这个军人的 中国军人的船只围住一艘 这个菲律宾的运捕船 甚至用上了我看到有棍棒 甚至还有斧头 那么这样的一个画面是非常带有 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攻击性的意味 所以啊 那么有人觉得这个菲律宾是准备不足 有人觉得这个中国的挑衅意味 又上了一个台阶 那到底怎么看这整起事件 这我们也想用华尔街争议 这样的一个一个新的形式呢 给大家带来一些怎么说新的启发也好 或者是展开更多的讨论也好 因为我 你讲你讲 因为在昨天啊 因为我们不只看到了环球时报 所公布的中方的拍下来的视频 我们也看到了更多 由菲律宾的武装部队从公布出来的视频 这个视频上所展现的内容啊 这个和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武装人员也好 或者是这个执法人员的形象不太一样 那么我在过去我看到这个看到这样的这个冲突的画面 我也想起来这个在之前的一些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浅内军事冲突中啊 那么这个中国的军人呢是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要么是搞突然袭击啊 或者是化妆成平民啊 这个以前呢是似乎是出现过的 甚至有人说啊 这个一些武装侦察人员在面对另一国的这个侦察人员的时刻呢 手里呢还要揣一点这个非常规性的东西呢 不不只是刀剑这个狼牙棒了 甚至还有人说要揣一包石灰啊 这个二话不说先把这个石灰唬到人的脸上去啊 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真的发发生过啊 为什么大家在围绕着这个中国军队在边境上的一些争议会出现这样一个啊 看起来非常不不军事化对抗的内容 这个呢也会产生非常多的争议啊 那么所以我们想用华尔街争议这样的一个呃 一个新的一个视频的结构 那先铺成一个事实的叙述 展现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呃 大致的一个呃前因后果啊 在摆出不同的一个看法 呃和平先生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个华尔街争议啊 对不但是呈现一个基本的事实 而且呢提供一些专业的这个背景 比如说你现在产生争议 有一些基本上已经确定的一些专业背景 大家都可能没搞清楚 所以呢就提供一些这样的专业背景 同时呢啊 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进行了这个不同角度的这种争议啊 讨论 从来的大家觉得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这个问题也可以 那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可以 当今世界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争论的啊 没有什么事情呢 真正严肃的去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希望呢是先把事实讲清楚 然后最后面呢 来展现大家不同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观点 然后来进行一些未来可能要进行一些 数据性的分析啊 历史性的分析 因为现在提供了很多的工具给我们啊 让我们寻找事实啊 其实变得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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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很多 当然了人工智能也好 我们自己的编辑也好 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局限性啊 这种局限性呢 还需要在未来的过程中间积累更多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 为什么解放军这一次是叫解放军 不是解放军是海警啊 海警应该是虎头啊 不是枪 其实这个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 中国不是来跟你来打仗的 不是来跟你打仗的 第二个是呢 之所以用斧头啊 这是船上的一个非常常备的一个工具 船上啊就是有一次啊 我去开船 这个突然啊 哎 有一个警察来了啊 就是可能是海上警察吧 然后后来又来了一批警察 哎呦 干什么 来查我们这个船上有没有枪 有没有必要的啊这种工具啊 结果呢 他真的是需要我们有枪啊 如果你没有枪啊 比如说 我讲的枪是发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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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的枪啊 信号枪啊 信号枪啊 你如果没有这个枪 你开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 他这个救援系统都不行 第二个是那个里面有必要的一些工具啊 要保护自己 比如说 这个一些必备的一个救护措施 极度斧头啊 或者是某一些硬性的工具啊 这是其中一个啊 所以他在船上出现的虎头啊 其实是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做法 这个就是我们等下的节目里面展现出来 就不是这个环球时报 或者是中国的官方所公布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中国公布的东西啊 还是他简陋了 主要是几张照片吧 好像没有公布视频 而这个菲律宾的武装部队所提供的视频 就比较完整了 那么从这个完整的视频里面 我就发现实际上呢 如果你讲文字 好像是撞击啊 或者是有力的 就是很野蛮 但是你从这个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呢 它更多的是一种摩擦 在我看起来都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击 因为船如果你在海上进行猛烈的 这个创击的话 伤亡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很多 现在好像是有几个人受伤 受的伤也不是那么重 当然是很遗憾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船啊 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装成的某一些摩擦的 操作的这种问题 那么这个行动呢 在南海的这个过程中间 东海的过程中间已经搞了几十年 当年的这个跟 跟越南的这个产生纠纷 也就是民兵驱动 中国的这个民兵呢 在这个海上呢 有一个传统的扮演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么一个角色 冲突的一个演员的角色 你觉得他们是真正的民兵还是军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用海警和民兵这个事情呢 就是想降低这个冲突性的一个产生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 他恰恰就用所谓的冷兵器 来传达了更重要的政治信息 这个政治信息就是告诉菲律宾 你别玩得过火了 你把美国的军队 变成一个把你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呢 对付这个中国 所以神爱交啊 这个东西都是 这个不是很关键的东西 关键的东西就是要 才是美国在中国打击这个菲律宾的时候 美国你会不会出动 美国会不会出动 那从目前看起来美国根本不会动 就是 但是美国绝对不能复输啊 所以国务卿呢 就打电话去鼓励了这个菲律宾 鼓励了菲律宾 但是问题是中国还会来一次 未来可能还会来一次 你每次都打电话 还是最终出兵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第二个是 但是菲律宾这个国家 是亚洲当年中南亚最富裕的一个国家 现在堕落成这个样子 主要是他们内部搞不定 内部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政兵啊 像小马克思的父亲 也是一个独裁者 最后面被政兵赶下台 还死在夏威夷 现在他是不是最近自己也面临这个命运 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昨天他的副总统 已经公开跟他叫板了 脱离他的内阁成员 辞出了两个部长职务 那等于就是 那个副总统变成你的反对派了 所以在明年的选举中间 明年嘛 这个中期选举 或者是他们类似其中什么选举吧 或者是2028年 我觉得现在的马克思 面临某一小危机 但是马克思的好处是 他既然意图想走向黑 他后面还是有势力帮助他的 就是军队的一部分将领 他们这些人是受美国的训练的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可能会对于这个小马克思一个支撑的力量 但是问题是 这个复杂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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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菲律宾的政治派系 尤其是菲律宾的商人 未必干 菲律宾的商人扮演的角色还是蛮重的 那这些人 对马克思的威胁蛮大 所以马克思现在日子啊 会越来越难过 越来越难过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或者是被人威胁的 我也不知道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那么后面就会给大家来这个 华尔街争议 那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金山 感谢卖团 今天呢 现在这个华尔街论坛的直播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是明天再和大家相见